检队到法典观光条例 定有特定对上大的中所 10年来需要新办 入管定期的过渡期 准备来告纪 有今天在公布的领委 乘客大劳并不是赢你的性质 不应该涉及经营入管领导 因此立委丹廷会 要请到国同部 雷震博 市府民进局定 单位和将近30间 公布共同协商 柯定乘客大劳并没有 收出固定收入 也没有赢你的属性 总有市府心不改度来看 签对法典观光条例 定有特定对上大的中所 10年来需要新办 入管定期的过渡期 准备过期 有很多公布 向立法委员丹廷会丹廷 因为市录所属的乡客大楼 并非营业性质 不应该随着经营入管领导 因此立委丹廷会 今天在教育座丹会 邀请交通报 来进报 市府民进局定单位 跟将近30间公布 共同协商 所以既然我特别邀请到 我们台南七夕 有乡客大楼的公园 来到家 做会跟他们的赏赢 说给中央知道 有可能中央跟地方 有稍微落差 所以很清楚 今天就是来 解决问题 就是说 他们就是乡客大楼 乡客大楼就是贴助 跟他们没关系 所以希望 跟他们对 这个要求 这个如冠定的 这个行列当中 完全改度 一个当会当中 人群心台庭副 宗干师侯显明标识 有很多妙儿经常 尽于看官司交流 其中央的费用 这么多人支出 最中央的开销 引出乡客大楼的部分 都是贴有乡客 也是稍微看 秩序费用来当大楼 还是政府经济 一路贯押来林甄乡客大楼 对台湾的综合发展 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他花这么多钱 他做一个行列 去一个行列 先帮 他不是说 这不贪 这不是贪钱了 所以说 你政府今天 因为以前 就不是说 要把我们纳入这个预管 最近 我们有同贵这个部分 我是建议 我是建议政府说 所谓的总共 我们是工业 非盈利组织 因为你把我们纳入之后 到时候 行列会比较少 你如果说到定格 我还要收到一个钱 農家才会买来 陈营生这种 是不属于这个 销售货物或 用的劳务的修理 他用这种方向 就应该不是算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 像我们 我们是财产法人 我们本来就是 他做行列 就这种 这种就应该 就没理解 最后立委担定会将决 刘营生这种 台湾市合庆重新基督 也有台湾1600多 则是专台上极 今天的现场也跟 相关台湾讨论 确定乡客大楼 并没有固定修理 没有营业属性 比台湾市有新博 对中央观光处 改度逆贯 就可以 记者 肖建伟应空窟 仓报道